中文字幕——YK 杨丽萍的成名舞,杨丽萍也是中国第一个举办舞蹈晚会的舞蹈家,在之前鲁豫有约节目中就采访了杨丽萍,他真的是采访谁谁倒霉啊,杨丽萍是巨资三千五百万,建了两座工艇太阳工和月亮工结果鲁豫采访结束后,月亮工就面临被拆卓的命运。 被拆卓的巨车,除了大部分的客栈和杨丽萍的号宅之外,谢霆光和王菲原本买下的别墅也在拆卦的区域中,王菲曾经去云南大理的时候十分喜欢这里,并且表示,以后要来这里订聚,并且至今为止,每年都会前往度假旅游到。 所以后来索性就干脆在此地买了一栋好茶别墅了,并且还是和赵薇做邻居了。 据说这栋别墅是王菲和谢霆锋花了两千万码的定情别墅,而且王菲对那栋别墅非常喜欢。 为此,网友也比较关心拆却的原因,毕竟以王菲、谢霆锋、赵薇这样的巨星,买下的别墅价格都是天价了,拆却的赔偿也不会少了去。 可是这才游闲了几年,当地为了保护尔海的生态环境,所有建筑是距离尔海要一定的距离,像王菲这种平尔海边的建筑必须要拆除,看来这一海潮是保不住了。 一海潮是保护尔海的建筑是保护尔海的建筑。